美南电视国际艺术团旗袍队表演旗袍秀《太湖美》 拉开就职典礼的序幕,国际领袖基金会执行主任 聚秀庆主持就职典礼并致辞 同时也介绍国际领袖基金会背景 为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培养计划 过去的十几年培养了大批各界领袖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国际领袖基金会得到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 和他的父亲赵西成 以及国会议员等各界大力支持 国际领袖基金会长董继琳在就职典礼上致辞 他感谢休斯顿的李卫华先生 领导休斯顿咨询委员会 为国际领袖基金会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设想 是优秀的合伙人 也是青年领袖们学习的榜样 他也提及已过世的庄立香女士和先生 在过去数年为国际领袖基金会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甚至在去年庄立香女士身体不好的时候也会来到会议现场让她无比感动 为了纪念国际领袖基金会 休斯顿咨询委员会前主席庄立香就职典礼上也播放了她的生平简历以及贡献 在就职典礼上播放了美南报业电视传媒集团和美南国际贸易中心从成立到不断发展壮大 以至目前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片段 国际领袖基金会聘任休斯顿国际区区区长 美南报业电视传媒集团董事长和美南国际贸易中心主席 李卫华先生为休斯顿咨询委员会主席 休斯顿咨询委员会李卫华主席发表致辞 他提及美南国际贸易中心成立15年来的历史背景 李卫华也强调 今天我们在这个社区主要完成了两项任务 第一我们与华盛顿国际领袖基金会同理合作 因为这是培养国际领袖的基地 第二希望各界领袖支持和资助我们搞好教育建设 他缅怀庄丽香的贡献 并表示委托他兼任国际领袖基金会 休斯顿咨询委员会主席 这是他的荣幸 随后休斯顿咨询委员会荣誉主席 休斯顿咨询委员会主席和休斯顿市代表 先后致辞 他们赞扬美南国际贸易中心为小企业发展壮大 做出的贡献 最后国际领袖基金会创始人董继琳 和休斯顿咨询委员会主席李卫华举行了签约仪式 并为休斯顿咨询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认书